说起排爆,人们脑海里第一反应就是穿着厚重防护服在地上排除炸弹 但在陆军第75集团军牟旅,有一支神秘的水下特种部队 他们战斗在深不可测的水面下 完成水下烈雷,排除爆炸物,水下爆破作业等高度危险的任务 10月中旬,陆军第75集团军牟旅爆破连 组织官兵前往野外陌生水域开展水下搜排爆训练 这次参训的20多名官兵中,有一半以上官兵是第一次训练水下搜排爆 之前连队担负的是陆地扫雷破装任务 调整改革后,我们新增了挖掌窝处理,水下爆破和挖人爆破三个专业 从陆地开路先锋,转型两栖排爆兼兵 官兵们要走的路并不容易 作为陆军新智作战力量,执行水下搜排爆,水下爆破等任务 特别是执行水下零能监督搜索 以及面对被称为世界性难题的防水雷作业等任务 他们没有任何经验,只能摸着石头过河 水下作业过程中情况复杂多变 我们没有承受的经验可以借鉴 也没有专业的教学骨干 更没有具体的实验数据予以支撑 所以我们只能一点点尝试 逐个科目逐个内容进行摸索性训练 不管是排爆作业还是爆破作业 在陆地上操作都十分危险 到了水下,危险更是成倍增加 就连保护官兵陆地排爆的防护服 到了水下也失去了作用 窗在身上反而还会干扰官兵作业 这些危险和困难,官兵们都很清楚 特别是已经完成潜水理论课程 刚进行过第一次实地潜水训练的官兵 对困难感受更深 首先今天是第一次进行潜水训练 今天的天气比较恶劣,风浪比较大 我们身着60多斤的潜水装备 在水面上就有些站不稳 那么到了水下以后 更是一会儿飘上去,一会儿又下沉 所以说很难精准地控制自己的身体 野外水域暗流涌动 官兵们平稳控制身体都难度不小 要想做一些惊喜的动作 近距离处置爆炸物 难度也就可想而知 为了让官兵更快掌握执行水下任务的能力 该旅主动和地方潜水训练部门联系 请他们派出庄业教练员 对于官兵进行潜水的理论和操作技能教学培训 帮助官兵掌握潜水技能 通过这几年的摸索训练 我们掌握了水下侦察摄像技巧和顶尖中心浮力控制 试验了气瓶在各个深度可以支撑的作业时间 遥控起泡器在水下可以接受信号的深度和距离 探索出了比教材规范更合理的排列方法 使用无人潜排器搜索水下爆炸物等成果 这些对于我们执行水下搜排报任务是非常有意义的 据了解 这个连队为了让官兵训练更加贴近实战 在后续训练中 还将夜间潜水搜排等科目纳入了训练计划中